住在高层小区 高空抛物一直是让住户们烦恼的事 除了污染环境 还会导致伤人等严重后果 近期高空坠物悲剧一再重演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杭州市渔航区的昌运里小区 就想出了奇招来应对 小区里装了47个朝天的摄像头 覆盖了每一栋楼 交付半年来 小区没有发生过一起高空抛物事件 6月21号 记者来到昌运里小区智慧治理中心 显示屏上实时检视着小区里的动态 我们这个是去年年底 整个小区高空抛物摄像头已经安装完毕 一共安装了47套的高空抛物摄像头 它每一栋楼的一般有 两至三个高空抛物摄像头对着的 所以说是整个小区是 每一栋楼都是全覆盖的 小区的物业人员肯定知道 这个小区的这一栋楼的是几单元的 然后他们按照整个监控摄像头 进行回放之后 就知道几零几的住户扔下来 可以通过监控设施的进行倒查 据了解 该小区流动人口多 较难管理 街道社区和辖区公安一起打造了 智慧安防小区 此前高空抛物现象时常发生 街道购置了47个防高空抛物摄像头 有小区居民表示感受到了明显变化 一些住户在行为上约束了很多 就没上个时间已经泡下来很多了 上面人家泡灭的 桶拎下来有水的 我们先说了一下 他们下次自己的事 后来装好了 没这个万事 现在没人泡下来 以前像我们小区刚刚 因为我们小区才真正住户住进来 也就一年多时间 最早的时候可能 那个设备跟那个摄像头 可能都不是很完善 他们就是垃圾 泡面筒 可乐瓶 塑料袋 就是随手往后面这么一扔 每状楼后面靠墙的都是垃圾很多的 现在自从我们那个 装了那个高空抛物那个摄像头之后 他们可能心里面有一个警示了 就感觉那个摄像头会照到 心里面肯定是第一个印象 就是不会随便乱扔 小区里没有再发生过高空抛物的现象 体现出这些探头的效果 但是也有人担心住户的隐私问题 记者看到小区里的摄像头呈仰拍角度 可以拍到整栋楼的情况 相关人员介绍 摄像头角度经过了调适和设置 利用了窗户反光的作用 不会拍到住户家里的情况 45度到60度角度的一个那个仰色 然后呢能够覆盖一幢楼的那个墙面 所以说每幅窗户都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跟技术公司也商量这个 当时也考虑过会不会拍到里面的窗户里面的隐私的问题 当时呢我们也听过多次调试角度的问题 还有那个玻璃的反观的问题 事情下来效果绝对看不到里面的任何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